我騎馬一向都不太喜歡用馬鞭 其實在我的記憶中我好像從來都沒有 我忘記了,但在我的印象中我好像從來都沒有用馬鞭打馬 或者我忘記了,我真的不知道 但照理上我自己是不會用這家東西的 教練說你一定要用我,我沒有辦法,對吧 但無論如何都要拿上手 我以前在英國經常借別人的馬鞭 即使長期要騎馬,無論如何都要帶著牠 無論如何都要帶著馬鞭 當然要找一支手錦好,不會滑下來的 因為比較容易拿著 我可以拿著騎不知騎多少個小時 當然去馬會買就應該沒錯了,如果在香港 因為香港這些賽馬用的馬鞭 他說因為可以打得痛一點 但其實我不是很志在要打得牠痛的 因為我本來都不是很想用的 他說有點皮厚 其實你打得牠痛不痛就看你打得大不大力 我說這支東西是有組合作用的 所以教練應該都會要求我拿著牠 這樣,那我說 那我有比沒有好,對吧 那拿著牠吧,對吧 還有,就是看牠穿不穿手 就是說,我有拿過馬鞭 拿到手裡 那穿手一點應該就代表牠用料是漂亮一點 所以就重一點,對吧 我那些鞋很快就走蝕了 因為我想我,因為我經常都走 因為又是穿著那雙鞋 所以很快就會走蝕底了 本來不滑都會變了滑的 對吧 你是洗乾淨的鞋,那就是的 我也覺得是 即是有時候抹牠呢 我想如果抹一雙鞋的話 牠就不會那麼容易滑了,OK 那,我,你問我會不會買 Lunging Whip 就不是應該不會的 因為Lunging Whip 牠就比較長的 而且呢 不是經常用的 除非說在地上那裡做練馬師 做練馬師就 很大機會是就這樣綁住 即是就這樣綁住 那隻馬 然後跟著就 牠就在我周圍這樣跑圈 那有隻東西 不是,那有條東西 那叫Lunge,對吧 然後另外一隻手呢 就拿著條長邊那些Lunging Whip 就是那些Lunging Whip 應該呢 就不會在那裡買到的了 那個,呃 呃,牠的賽馬博物館那裡 其實我也覺得很奇怪 就是為什麼 為什麼不買Lunging Whip 就是,呃 那些那些 就是那些 就是那些 他打算其他可能可以買 但我又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他們 為什麼選賣這些東西呢 我 我 我真的不知道 不清楚 但是就 呃 今天說有收穫呢 又有條邊 那明天去騎馬就 就 就是 帶上去 免得說什麼 又說問他借柔成 那些assessment 做好準備都是好的 你們知道我多久沒有騎馬的了 很久沒有騎馬的了 其實我打算輕輕一點就算了 就是 走一下 蹲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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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在學校裡面而已 但是 雖然說 我覺得在學校裡面 其實好像很悶 我可能都會嘔嘔鬥鬥 老實說 但是 呃 其實我最自在的是 跟馬 相處一下 如果我太重 就不太好 他會嫌棄我的 如果我太重 所以我都說 千萬不要安排小馬 因為小馬 只會說 哎呀 呃 你很重的 真的 比小馬嫌棄的 知道嗎 大馬就好一點 至少他都不會覺得我重 很重 真的很失敗 知道嗎 我其實真的很想快點 到明天 那我看看現在幾點 現在5點11分 剛才我打算早點睡 明天早點出發 那最好沒有遲到 大佬 你知道的 我那次 其實我覺得 我那次去 去馬會雙元豪那裡 遲大到 那個印象是 就是被人的印象 是超級無敵不好的 真的 我想了想到 就算是否故意都好 就是 老實說 如果我是 就是 如果我是華哥的話 都應該不會怎麼騷我的 老實說是真的 就是 大遲到 我都覺得是的 就是 我也覺得自己不對 老實說 所以我就說 打定輸數吧 都是跟媽媽回英國 回英國 呃 我記得 在倫敦就很難的 倫敦那些 倫敦騎馬那些 我不是說他門檻高 又或者是 我不是說這些 不是說門檻高 或者是 呃 要求高 不是說要求 或者門檻的問題 而是看根本呢 是 呃 我不知道為什麼 不是很 跟倫敦那些 騎馬那些 我在倫敦都沒有騎馬的 老實說 是不是很奇怪 就是 他們有Stables 但是我在倫敦都好像沒有騎馬的 是只是納特林騎的 但是 香港人不知道怎樣 我不是 你不要說我忍不住要試用 旁邊去打馬那些 我都不是很想打 老實說 他握在手那裡 他是這樣的 就是握在手那裡 就是握在手那裡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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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